大家好,今天来分享一个实例,这是一个老粉的啊,找我改名的 然后去年还到过他家,安徽的一个客户啊,然后盖房子 给他把风水调了一下,然后 又找我 当天晚上我又跟他 我又跟他把这个案例给他批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老师我的每一个案例 都是真实的,我从来不会拿一个我不知道的 就像网上有赵本山的那个 案例一样,好几个版本 各位,其实网上很多东西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就像我们身份证一样 你说哪一个会把真实的身份证放到网上,很少 你们所看到的真实的身份证,像我们这种70 70后的人,80初的人,对不对 那个时候身份证,像我的身份证和我的初始年也都不一样的 而且那个年代都是鼠工记 所以大家记清楚,所以你学的一个不真实的案例 你学错了,会误导了你 其实你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未来要去 要去跟周本山对起来 最后你发现 你的对的都错了 记住这一点 非常重要 王老师是佛道商修,姓英国的 我最怕的是找一个自己不清楚的 给大家 好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当然了 一个案例 按到这六步去走 我今天就不讲翻以前的视频 不关于 子平派 盲派 还是什么 格级派 还是旺塞派 都离不开这六点 这六点是老祖宗总结出来的 啊 大家多看 地千水 紫瓶争钱 烟海紫瓶 这个 三明痛惠 穷通宝剑 就看这几本书 这些他是 古人留下的东西 都是重点 那么在这里就不 简单讲 就是不讲了 看齐人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我们看 这是一个安慰的客户 然后是个 男的 钱的 钱罩 甲木 山寒亥业 山寒亥业 我们知道偏硬格 哎 我们看啊 日主 忘不忘 非常旺 第一 坐下于杨嫩 这是不杨嫩 而且 劫财透出 下面 亥子 钱是水 亥里面是不是得涨身 哎 这个案例 就是 假 但是大家看 日主很旺 那么 记住 有一个 有一点 水多目飘 各位是 不是 当然他才刚刚进入 因为他一岁起印 他是钱的 所以逆牌 刚好是 三天就 起印 所以他还是在 刚好续业的 完了之后 第四天出生 所以 这个时候不曾在调好 而且安徽那个时候 也不是很冷 刚刚进入农历的 十月份 所以我们看 但是记住 毕竟是亥子 下面是亥水 但是怎么样 我们很多人讲 什么叫石木 什么叫活木 活木的木 比方说 甲木 乙木 比方像这个案例 它下面 第一有根 第二有印 有水 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是大树 还是小草 没有水 如果三个月干旱 这个树会活吗 各位 肯定不会活 是还不是 水是生命之眼 活木的意思 就是顾名思义 第一个要有水 第二个要有根 记住 两者千亿不可 有根无水 比如说光有毛木 没有水 也不行 光有水 没有根 那也不行 为什么 飘了吗 各位 有根是不是立得住 活木 好 那我们看 这个 那么石木呢 石木就是没有 比如说甲 不见毛 不见害子 丑 不见成 明白吗 当然记住 不能以石木活了 那活木 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石木 就要用金属来克 才能成为动药之产 不一定 各位 不一定 我们所有的一些东西 我们还是要根据 我们的整体的案例 要看一个盘 一定要看这个盘的整体 就拿这个来讲 各位是不是活木 顾名思义 百分之百活木 但是物极必反 水多怎么样 木飘 如果这个案例 这个地方不是个害那多好 各位是还不是 如果不是个害 如果是以示呢 打个比方了 是不是 这不就好多了 所以呢 这个水太旺了 好了 那怎么来找他 找到了他的病 怎么来找到他的药 甚至便找他的洗用水 那么甲木 生着害业 不用讲 日主是旺的 但是他水太多了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然后 对 对没有 再来看 再来看他的像 看像 对不对 我们穷农宝剑里面讲 看像 我们看啊 甲木生着 一棵大树 它有根 它旁边有水 但是水太旺了 怎么样 不见土 相当于一棵 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想一下 一棵树 刚好 在那个水的中间 它是有根 但是旁边被水包围了 各位你想一想 水多是不是目飘 虽然它是大树 那长时间 长时间 这个根 比水泡的会不会烂 各位 所以可以想一想 我当时断它 我说你的脚会脚臭 脚痒 他说王老师 我真的脚臭 就不臭痒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脚 就是会痒 因为避水泡的 它难受啊 要么容易皮肤过敏 结果这个就是我们说 看像 叫格物 明白了吗 要回到实际当中 为什么说我们说 调好 我们夏天要见水 冬天要见火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任何万事万物 都离开天 为什么叫天干和地之 天地 各位是不是 人都离不开太阳 离不开地 乾坤 所以我们一切都在天地之间 是起天地之精华 所以天能 天能地 三彩 所以要明白 所以说一个老师 为什么一个各位 一个国师 难找只懂事助 不懂风水吗 记住 一个皇帝找 他写个日子 他不会写吗 皇帝找国师 看这个起个名 不会起吗 各位 真正的一个大价 他一定是三一命相谱 他一定是这样的 当然有些人老师 我只精通一门 可不可以 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 当然人的精力有限 你能把一样搞好 但是如果说 你能把三一命相谱 那把它搞通 各位 那你可以说 对万事万物 你讲课 你对事情的理解 你会豁然开朗 就跟学佛一样 各位 到底是哪个派 是华严经 立宗 对不对 净土宗等 其实他们都好 但先学 要学会一通 一通百通 好我们看 所以呢 这个案例 那么找到 那你看 他这个 好了 有没有用呢 好不容易这里有个钉火 但钉火有没有根 无根 心肌没有根 没有根 就如同西射 三官 和各位 这个是卯木 是私木 私木是点 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点 钉火点燃的 所以三官 和这个正官 基本上 都是如同西射 所以 所以我就断他 你这个案例 第一 你不可能当公务员 因为官务员 他有印 无官 看到没有 各位 无官 官是息名息利的 但这个人还好面子 为什么 他正官透出 但是他又怎么样 又无根 所以我们有没有这种人 很多人就有官 但是他 就哪怕他是公务员 但是他没有实钱 没有实钱 都是部长 都是部长 他不要说文化部部长 他是不是就不如公安部部长 各位 是还不是 不如交通部部长 就这个意思 民政部部长 他的权利 他的真实的权利 就没有 就有些东西 就说 你要看在哪个位置 所以说 他没有根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第二个 我们大家再看 所以我们这个案例的协用神 是不是找出来的 我们第一个 这个案例要土 为什么 土 甲木 他一定要有土 各位 第一是土 第二是火 知道吗 土是放的 因为他不用调好了 他不是什么寒冬腊叶 他刚刚进安徽 那个时候天气还很热的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 那么我们看 那么是不是就找到了 土和火 因为土可以磕水 第二 他可以磕水的话 因为他热住墙 他热住墙 他就磕水 他就不飘了 第二个 第二个 他要火 火的话 是不是 他已经有木了 那火的话 是不是太阳来晒 晒 把这个水慢慢慢慢就消耗 晒干 所以这个案例 当然木 如果说木走地质最好 为什么 走天干不一定好 各位走地质好 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学东西 学到一定成了的时候 一定要天干地质 比方说 卯木 各位好还是不好 当然好了 因为卯木可以泄水 他水太旺了 通过水 这里有很多水 那我多栽点树 是不是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水蒸发了 各位 您听懂了吗 所以呢 这个人 各位你想 他是干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 然后我跟他讲 我说你读书 文科不好 理科好 为啥 因为知道 水木 清华 水木 他做什么 水木的人 是不是特别清醒 火的人 是不是文化 一般他说 木火旺的人 一般都是文科好 如果水木 水多的人 都是理科好 大部分啊 然后跟他说 他确实是理科好 而且你看 他做什么行业的 各位 大家看看 他做什么行业 他是做什么 他是做 他是做金融的 炒股 真门炒股的 各位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种人 他一定要自由 可能没有 因为甲木 他比较旺 比较旺的人 他都爱自由 日主比较旺的人 他都比较爱自由 日主很弱 官杀 官杀 财旺的人 一般都上班 因为他不敢 他胆子小 这种人胆子大 因为他声望 力量强 所以大家 就凡是成大事的人 我说的 涂了重格 都是声望的人 这是没有争议的 然后我们看 所以说 他为什么做金融的 各位 因为什么 因为金融是不是算 我说了 你看他是水 水是不是做青 他去算 喜欢算 各位金融要不要算 要不要去推测 所以他是做金融炒股 但是我跟他讲 我说你三岁一岁之前 经常换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三岁一岁之间 他勿生大印 勿图没有根 身经呢 身经神子 又加重了水的力量 虽然说这里有个关心 但是不行 没有实际的东西 而且 而且 神害虽然相川 相害虽然川到里面 但是他有水来通关 所以加重了水的力量 加重水的力量 没有用啊 各位 没有用啊 我们说总感觉自己怀 有没有一种人 总感觉自己怀才不易 就这种感觉 所以他这个案例 到了三十一岁以后 你再看看流年 丁位就好了 丁 是不是 那么可以泄秀 虽然他不是丙火 丙火最好 因为大叔最喜欢太阳的照射 但由于没有 第二 这个位是价值千金 位价值千金 为什么这么讲呢 亥马卫 他又是灶土 丁火又有力量 一己三得 所以走这不应 开始发展 然后怎么样 去广东买一套房子 各位在广东买一套房子 在广州 在广州买一套房子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只是 他自己是在安危 他问我 王老师 我适合哪个方向 当然记住 从这个案例来讲 记住 并不用千万不要死吧 不能说他有火 他有土 就要去南方 天气热的地方 去什么西南 按道理是这样 但是不一定 首先你这个行业 你要有希望 你自己也感兴趣 你这个行业没希望 不感兴趣 你造什么行业 去哪里也没用 明白吗 所以这个不能 我们岛祖中留下东西 不能太刻板 所以我这个视频有点长 但大家 我都讲干货 全部给他讲掉 所以呢 怎么样 我说你可以去广东 他说我非常喜欢去广东 但他就又感觉到 又很想去 但是又不知道 气还是不气 但是有一种灵感让他气 所以各位 你看就像一个大树 他被水包围了 他没有办法 他总感觉心里 有什么在 有什么像一个紧箍 像圣武空的紧箍咒 啊 总感觉 总感觉好像要这样 但是又拿不定主意 各位 是还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随时感觉有压力 但这个压力的 不赦量不大 他总感觉无形的当中 有什么东西 在牵引他一样 就像一个大树 必须拋转难受啊 各位 就像我们 就像我们泡文前一样 你泡几个小时 身体受不了 明白吗 还好他有根 没有这个根 这个就是保护这个根 这个盲目地 来讲最关键 我们看老祖宗的东西 也看最后找到一个关键字 你就会越来越明白 所以呢 这个案例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希望对他 当然还有更多更多东西啊 希望一样一样讲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